那我们就要来讲word embedding,就是word to vector,它的做法是怎么做的 它叫word to vector,就是word to vector 那其实算是最常用的model叫做skipgram 它其实有一些变形,那待会稍微提到一些变形 但它的基本概念都是一样的 它的想法就是,我希望能够借由一个word 然后去predict这个word周围的neighbor 那如果这个word它所对应的这个vector的表示法足够好的话 我拿这个vector进来,它也可以让我去predict它周围的那些neighbor 再说一次,我希望能够用vector来表示一个word 所以呢,如果这个vector表示法够好的话 这个vector未进来,我就可以去predict出这个word 它在data里面应该出现那些neighbor 所以你从data里面来看,假如说这是data里面一句话 就是有t个字,w1到wt 那我就先定一个window 比如说我的window size就是前后m个字 所以以wt为中心 它前面m个字跟后面m个字都是它content window里面的neighbor 所以我现在希望能够用一个vector来表示wt 那这个vector也可以告诉我们说,given这个vector 我就可以predict出,会出现在wt旁边的这些neighbor 所以假设我们就同意用wi来表示就是这个target word 那旁边的这些neighbor的word我们就用wo来表示 就是有点像outside跟inside的感觉 那这个objective function就是我在训练这一个word to back这个模型 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它能够去估算given target word 然后看到旁边那些neighbor它的几率 那这边neighbor有很多个嘛 所以我们就把它拆开 就会变成是,假设说total有c个neighbor 所以就是wi,givenwi看到任意一个它的neighbor的几率 然后全部相乘在一起 那这就是我希望它估算的 那我希望它估算在所有data里面 真的是我neighbor的这些一个字 它的记录要越大越好 不是我neighbor的这其他的字 它的记录应该要越低越好 所以我们objective function就是要上升 这个data里面的这个几率值 于是你就可以定你的loss function 其实就是这个的 就是你要minimize这个东西 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想象 大意上来讲就是 同样的wi 上面是真的有真的出现是我neighbor的那些人 那我的分母就是所有 可能在vocary出现的任何的一个字 就是wj 就是任何一个字 然后上面分母就是是我neighbor的那些字 所以我希望maximize这一个几率嘛 然后只要是我neighbor的那些 它全部相乘起来 我希望overall它的几率值要越大越好 好 所以 概念其实就像是这样子 你可以想象 它在train的过程中就是 一笔资料进来就是一个句子 然后它就会从这个句子里面 sample一个window 就是 有一个wt 然后还有它的neighbor 然后呢我就从这个sample里面 我要去optimize 这个东西 也就是这个资讯 就是given target word 它所看到它的neighboring word的记录要越大越好 所以呢你可以想象 一笔这个资料进来 我是不是就会这样子 有点像是这个window 它就会从左到这样滑过去 然后会给你很多笔sample 然后你就开始做optimize 那下一笔资料进来 然后你也是这样滑过去 然后变成很多笔sample 然后放进来 所以 这样子的想法 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model在train的过程 你只要多一个新的句子进来 你就是多一笔资料 然后你就再滑过去 然后做optimize就好了嘛 所以呢它其实 会比之前我在建那个metry的做法 是不是来得更方便去整合新的资料 就是有新的word 或新的sentence进来 我就是 就只是多一笔sample 然后再滑过去update 我的model就行了 好 那怎么训练呢 刚刚那个是 就是概念上 我们希望这个vector进来 然后我们能preditor的neighbor 那实际上它是怎么做的 实际上也非常的简单 首先呢 左边这个 就是我们的input 就是我们的targetwork 那我们 这个是我们的targetwork嘛 那targetwork 刚刚的 就是那个刚刚的wt 那我们就先一样是准备一个vocabulary size的vector 然后比如说它是第七个字 那它就是在这里面的dT位是1 那这个就代表一开始input这个word 就是one height encoding的做法 好 那我们要训练嘛 我们后面呢 就接一个 那个network 然后这边呢 这一个 hidden layer 它的dimension 你就可以自己定义 就是你现在希望 你要用多少围来表示你的word 比如说你想要300围 你这边就用个300围的vector 这边就是随便你设定 那这边我们的n 那这边就设成了300 所以中间就有300围的hidden layer的neighbor 然后呢 最后 最后这边的output是什么 还记得我们的概念是不是 我们希望 given target word 它可以预测 旁边所有出现的那些neighbor 所以呢 最后面它的output就是 所有vocabulary里面可能的字 然后它希望是它neighbor的那些字 是1 其它是0 像是这样子 所以呢 最后面的output 它的维度也是你整个vocabulary的size 所以呢 这边是v 跟前面一样都是v 那这边讲的是 你的vocabulary size 如果是1万的话 这边v跟这边都是1万 然后呢 这边比如说第一个node 它的意义代表的 其实就是 这个字 如果这一个node 这个node代表说 如果这个值是1的话 代表 vocabulary里面的第一个字 会非常有可能 会是现在这个input 这个word 它的neighbor 所以呢 我们希望 假设说我们的资料是 这边是a 然后b是它的vector的话 我们希望对应b的 b是它的neighbor 我们希望对应b这个字 它的这个维度 越大越好 其它的越小越好 所以我们就希望 它可以透过它的input 可以预测出它的neighboring word 所以呢 在这个模型里面 所有要去面的资料是什么 有两个metric 一个就是从x到h 另外一个是h到outputs 所以这边这个metric 是v乘上n 因为这边是不是v 这边是不是n 所以你看每一个dimension 是不是都会有对应 这个n 位的weight 另外反之也是 所以这边就是一个v乘n的metric 那后面呢是一个n乘v的metric 对吧 因为它一样这边是n维 这边是v维 所以呢 其实我们训练的目的 就是要把这两个metric 它所对应的参数训练出来 那如果你再回想一下 刚刚那个例子 我们是simple一段 word以及它的context 所以呢 我们就是有它的input 那我们知道 它所对应的这个neighbor是谁 我们希望能够optimize 它所对应的这些neighbor的数值 越高越好 其他越低越好 所以呢 在训练的过程中 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 左边的这个metric 就是v到n 就是从一开始的input 到中间的这个heathen layer 所以呢 你把它拿出来看 它就是一个1万乘上300的metric 对不对 那里面的每一个row 它所对应的是不是就是这 每一个 一百 一万个字 它每一个维度 各自要乘上的那一个weight 每一个 应该说每一个column 每一个column 它所对应的值 其实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dimension 它要乘上这个weight 然后第二个dimension 要乘上这个weight 然后全部加总在一起 会是第一个neuron它的数值 那这边是第二个neuron 这是第三个neuron 然后这边有三百个neuron 所以这是每一个column 它所对应的就是前面所进来的这一万个字 它所各自要乘上的这个weight 应该可以吧 那这个呢 我们叫它heathen layer的weight metric 就是左边的metric 然后呢 我们现在换个想法去想这个metric 这边这个metric应该没有问题吧 有问题的话 待会要问喔 或者是 想要我再讲一次吗 这一个metric怎么来的 要再讲一次吗 我为了点头 没有人点头我就继续了 欸好像没有人点头欸 好像有一些人点头 好那我再讲一次 这边这个metric 是左边的那个metric 也就是我们从一开始input的v 然后希望它能够 变成是n维 也就是中间三百维的这个heathen layer的vector 那怎么变成的呢 就是怎么过去的呢 是不是每一个一开始的v的v维的数值 是不是各自要乘上它所对应的weight 然后会变成是中间那一个neuron里面的其中一个neuron 所以如果我们看第一个column 第一个column它其实就是 第一个column的第一维就是 input的第一维乘上这个第一维的这个weight 然后呢在input的第二个dimension乘上第二个weight 然后input第三个dimension乘上第三个weight 然后全部加总在一起 会等于中间的第一个neuron它的数值 然后这边有300个neuron 所以就是中间的这300个neuron的数值 然后你这边就是你训练出来的这个metric 就是这个1万乘300的这个metric 然后呢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看这个metric 我们把它变成是横的来看 它这个横的来看的话 其实就是1万 有1万个row 然后每一个row是不是300为 对吧 因为就是1万乘300吧 那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子来看呢 因为你还记得吗 一开始我们的那个input的vector 是不是一个one part的vector 是不是只有一维是1 其他都是0 所以你想想看喔 其实你这样乘上去 实际上真的有被拿出来用的数值 就是是1的那一维 也就是比如说它第一 它是第一个字好了 它就是100100 所以它乘上这个metric 事实上是有点像是 就是我在这个metric里面 把第一个row拿出来用 就像这样子 因为只有第一维是1嘛 其他都是0 所以每一个neuron这样乘上去以后 发现其实真的有拿出来的数值 就是第一个row的这些数值 所以你会发现 有点像是你的input 是一个volvector 然后它只是在这个metric里面去查 我要拿哪一个row出来而已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这个metric它就是有一万个word 然后每一个word有三百维的feature 所以就是左边的这个东西 刚刚说的其中一个值是1嘛 只有一个值是1 一个dimension是1 是1的那个dimension 它其实乘上这个metric以后 它就像是把对应的那一个row拿出来 变成这边的hidden layer 的数值 所以这边的这三百维 就是现在中间的这些三百维的数值 那为什么要变成这三百维的数值呢? 因为刚刚我们有说 我们希望它用这三百维去表示这个word 所以实际上你在训练完之后 这三百维就会是你这个word 所以所有你整个metric训练完之后 你就会有所有这一万个字 它的embedding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三百维可以变成是这个word 它的feature 可以是当成它的表示方式 因为这边是刚刚说的 就是我们的exit就是我们一开始input 乘上了这个metric之后 其实就像是我们把dk的row拿出来用一样 那这就是我们的hidden layer的资讯 就是h 然后它所对应的就是我们这个target word 它的vector 也就是它的embedding 那为什么它可以对应 它可以当成是这个target word的embedding呢? 因为这边是这个h的资讯 现在拿出来是h的资讯 这个h的资讯在这个hidden layer 这个vector这边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predict 后面它的所有的neighbor 所以既然这个vector可以帮助我们predict 它这个字可能出现了所有的neighbor 所以是不是代表这个vector 其实包含足够多的语意去表达 现在这个target word 所以概念上来讲 就有点像是我们训练这整个模型 最后呢我们把前面的这个weight 它的每一个row拿出来用 那每一个row代表的意义 其实就是对应的这个word 它的weight embedding 因为呢当我这个wi放进这个 当成input放进去之后 它的h会对应wi的这个vector 那这个vector其实就是这边的h 它可以直接帮助我去预测说 它后面的可能出现的neighbor 所以这边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会更好懂 假设说现在只有五个字 如果你是第四个字 你是不是一开始进来的这个vector 就是00010 然后你这个metric 不管它长什么样子随便 就是实际上如果是0010 你实际上乘到这个位置上面 这个metric上面以后 你是不是会得到 对应第四个row的这个vector出来 那这边的这个vector 其实就是你现在这个h 就是中间如果你要变成三维的话 它就会是12、19 那这个vector又可以直接帮助你去预测 第四个row会出现在它附近的那些neighbor 所以呢 10、12、19 就可以当成是第四个字它的wave embedding 所以想法是 现在呢 这边的这一个三百维的feature 它是这个word当成target的时候 的vector 那后面的这个metric 也可以把它想成是每一个word 它的一个另外一个vector的表示方法 可是呢 它的表示方法是 它当成context的表示方法 那待会会讲 所以这边的话其实就是 你这个字当成target word的表示方式 接着我们来看后面这个metric 这边这个metric是n乘v 就是300乘以1 那它这个metric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中间的这个hidden 的资讯 是不是每一个各自也要乘上它对应的weight 然后加总起来会变成 比如说第一个neuron 那第一个neuron它对应的意义 是不是就是vocabulary mean的第一个字 它是不是现在这个input它的neighbor 再说一次哦 你现在这边有三百维嘛 然后呢三百维它会 是不是会各自乘上对应的weight 然后加总起来得到第一个neuron的数值 那第一个neuron的数值其实就是vocabulary的第一个字 它会不会是现在这个input word它的neuron的几率值 对吧 所以这样子一来你可以想像成 我的后面的这个metric 就是这个h乘上对应的这个对应的某一个 每一个column 它乘出来的数值 就会是对应那个dimension的word 它会不会是neuron的那个score 所以假如说我乘到d 我要判断的是最后的d 这个字 它是不是我的neuron 那其实我就是从这个metric里面 拿出d这个column 然后跟我刚刚的h乘在一起 然后会得到我所估算的这个j的 这个score 就是j这个字会不会是我input word 它的neuron的score 所以它的意义其实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的input是wi 那d这个字 它会是我neuron的几率是多少呢 这边是不是 是wi的context 它的neuron wj是其中一元它的几率 就是要透过我这个 估算出来的score 再评估 那这个score其实就是 就是在这 就是j的这个score 那下面的话就是所有其他的字嘛 所以就是conditioned probability 就是一个几率值 那这边就是说 是neuron的那些字 那如果wj是我neuron的其中一个 它的几率值是多少 那这边呢 这边就是这个sogmax 它把它变成是一个几率值 所以上面就是 刚刚估算的这个score 那下面就是所有其他的j 应该说所有的j 它的score 然后加总起来的结果 所以呢 你在广义联想 刚刚做了什么事情 刚刚做的事情就是 一开始的这个vector 是一个one part vector 它透过了第一个metric 会从第一个metric里面 找出对应的一个embedding 300维的embedding 去表达现在input的这个字 只要说input的这个字是ent 然后呢 我对应ent的那一维 它的那个row 在第一个metric里面 我们就要拿出来 接着呢 我在第二个metric里面 我是不是会乘上 对应的一个colon 假设说 我现在想要判断 car这个字 它会不会是ent theneighbor 假设说car是 第k个字好了 那我就是把第k个colon 拿出来 然后这边的这个word 跟这个第k个colon 相乘之后 然后weighted sum 是不是就会得到 最后的这个数值 这个就是score 就是car这个字 会不会是ent neighbor 它的估算的score 那这个估算的score 然后我会 再把其他所有字 估算的score拿出来 然后呢 这个就是相处一下 它就会是一个conditional probability 就是car会出现在ent 附近的几率 ok 所以 实际上你把这两个metric 训练完之后 你就是可以拿出所有 第一个metric 它其实对应的就是所有input 的word embedding 第二个metric 它所对应的就是 我要怎么去估算 正义的一个字 它是我neighbor的这个几率 所以后面的这个metric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这个word它当成contest的时候 我所要拿出来的这个vector 所以这边也是一个card的vector 只是这个vector 虽然也是三百位 但它对应的是card 当成是contest的情况下 我所对应的vector是什么 所以刚刚说到每一个word 它都有一个target word vector 也会有一个它当成contest word vector 一个是从第一个metric 一个是从第二个metric 来的 所以就是这样子 我们就把这两个metric训练完 前面这一个metric的每一个role 对应的就是每一个word 它当成target word的时候 后面这个metric 它对应的就是每一个word 它当成contest word 它的vector 然后将成起来 就会找出 我刚刚说要估计 一个字它是不是一开始input word 它neighbor的几率 所以这边就是wi 这边就是你想要估算的wj 所以右边会有所有wj的可能 这样跑过去 然后每一个都会算出来 然后我们最后要除上 它的overall的总和 我们就可以得到 刚刚我们想要optimize的对象 所以直接想怎么训练的呢 我们就把data拿进来 然后就是sample对应的wj 还有它所对应的那些contest word 然后我们就要去在这个metric里面 这个model optimize它的想要optimize的这些neighbor word 然后进而去训练这两个资讯 所以就会有点像是做我们之前说的那个back propagation 我们就一开始randomalize randomalize 这两个metric 然后呢 就会得到它的error 然后我这边就会更改我的这些weight 然后希望能够符合 真的是我neighbor的那些字 它的几度要升高 它的几度要升高 好 好 好